今年上半年以来,中国陆续推出多项政策扩大对外开放 外国旅客来中国旅行,在入境签证,交通出行,跨境支付等方面,日趋便利,来花旅客数量不断提升 新入境政策出台近半年来,南航免签入境旅客数较之前增长60%,其中新加坡增长95%,马来西亚增长72%,泰国增长60%,法国、德国增长均超过150% 2024年1至4月,欧洲航线的运力投入量已经达到2019年同期的130%,6月即将新开广州至匈牙利布达佩斯航线,暑期还将加密广州至巴黎阿姆斯特丹航线 免签政策实施以来,相关国家的入境机票预定热度持续上涨 今年4月,实行入境免签的国家,入境机票预定热度同比增长均超过三倍 从2024年1月以来,同州旅行入境机票的预定热度同比增长超过150%,入境机票的出发地来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400座城市 其中东南亚、东亚、欧洲、美洲国家入境机票预定较多 5月中旬,国家移民管理局宣布,乘坐邮轮来华并经由境内旅行社组织接待的外国旅游团 可从中国沿海所有邮轮口岸免办签证入境停留15天 游轮入境免签政策出台后,同州旅行平台中国母港游轮相关产品搜索量快速上涨 近一周上海天津等热门母港游轮产品搜索量环比上涨超过两倍 2023年,我国游轮旅客运输量达10.7万余人次 至目前,已有21艘国际游轮在我国境内港口开展运营 包括中国境内港口始发的日韩航线、越南航线、香港地区航线等 以及外国游轮入境的访问港航线 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摩都号已于今年元旦顺利投入运营 游轮运输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预计2024年,我国游轮运输客运量将继续稳步恢复 在旅行预定方面,中国境内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为来华外籍人员购票、住宿等消费需求提供便利 4月3日,文化和旅游部与中国人民银行、国家外汇管理局、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优化重点文旅场所支付服务,提升支付便利性的通知 通知明确,国家4A级、5A级旅游景区、国家级和省级旅游度假区、国家级旅游休闲基区 以及三星级、四星级、五星级旅游饭店 要实现境内外银行卡受理全覆盖 外国游客在中国旅游时,可以通过电脑或者手机浏览器登陆南行官方网站 使用外国银行卡进行计票购买 在便利外国游客支付方面,可以受理多种外国货币进行支付 世界主流的国际卡支付币种,比如Visa、Master、Binance、JCB、银联国际等等卡种 南行也都支持其进行支付购买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